讓它經絡的磁波,運作正常,沒有斷訓 然後讓你的血液由下面,能夠跑到上面來 因為速度能夠一分鐘以內,血液起來一次 因為速度越快,溫度有沒有越提高 所以你會不會喊? 不會 不好意思,這種底子寬開來,它就沒有錢賺了 他說上灶下去,就是上灶,蓋水,下去,缺氧 水跟氧,要錢嗎? 你也不用錢 你就回來了,我先洗一洗 就回來了,它就弄順了 你知道嗎? 所以你要不要去用你的雙手去粗粗摟摟全身 昨天講的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血液循環,你的心臟能不能把你血液送到全身 不行 最後要靠什麼東西把它送上來? 吃長 石波 紅西 六大理論 我說最後 大術理論 最好是 逆靜脈的逆向紅西原理 也就是說你一定要手要不要臭臭摟摟摟 因為你的靜脈是一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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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每一節是幾個門? 兩個門 下面門 關 上面門 開 所以這個理論一定要永遠記住 而且一定要回去告訴你的孩子 因為你這種理論了解 要去實際運用 你血液就怎樣? 循環 循環 循環能夠一分鐘以內循環一次 我問你 不會虛寒? 不會 養氣再足夠 下巴沾呼吸 不會虛寒? 不會 當不會虛寒 我告訴你 我是全台灣最虛寒的 我水喝不 我現在 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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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RA 阿妹 阿妹 阿滋 阿妹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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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喝熱水,哪有十分熱水 所以一天到我換老闆 後來跟日文老師學以後,我有一次 我跟我老婆去超商買東西 我跟老婆,老婆,這麼多年了 一、二、四年都不能吃冰淇淋,可以給我吃冰淇淋 小孩子,有啦,要吃冰淇淋給我吃 我老婆很大方,他要吃冰淇淋 冰淇淋打開,進來去拿一個最小的小美冰淇淋 所以要把它給你鑽一鑽 我就看到這樣,不爽,我就很生氣 我老婆,那個東西好像很好吃 你看,拿回來吃好不好 他跑過去,我爬,把兩公斤的冰淇淋 兩桶,最大的,一公斤的 有時候特大號,一桶,兩桶,一扁在看冰淇淋 然後我跟他進來 要結帳的時候,我怕他知道啊 我老婆,那個地方你可以看,你看看 我真的有錢,你看看那個東西好不好 我結帳完了,也回到家裡面 老婆就開股,該冰了冰,該晃了晃 點乾晃了哪裡,什麼東西 欸! 怎麼? 兩桶這麼大,我不是拿一個很帥啊 我說,我幫你討好嗎 你不能吃,你喝,喝水就流光了 你就跟他吃 我不是啦 我很多年不吃齁 很厭耶,其實我是在實驗齁 我老婆,你老婆說我要吃冰淇淋 你沒有 聽我來看,看我去看就好 我聽我去看,他去看 我一邊看電視齁,一公斤 吃東西 不夠貼 第二公斤,拿來 吃五分之一 我老婆,四十 欸! 你也好啊 大大小 叫你黑錢啊,你全港拿吃 聽啊 聽啊 我老婆,拿來 你 這 要吃,我吃才會吃 怎麼整港拿來吃 唉唷 啊! 啊!我那一隻鴨咧 哈哈哈哈 在這裡 哈哈哈哈 啊!你要吃,你也拿一鴨 你現在拿兩鴨 聽啊! 他拿在旁邊,他上去啦 我上去 他上去 怎麼上去 他上去 他上去 哈哈哈哈 我老婆,罵我 那鴨咧 那鴨咧 但是我那天,好像有沒有大鴨子 沒有 代表什麼 因為我在實驗 我日本老師告訴我說 當你把經絡打空 讓你的逆向 靜脈的逆向 空氣源 你能夠順暢 你學你能夠一分鐘 學完一次的時候 你的呼吸用這樣的話 你會體溫增加 再吃在你的 通通不會喊 所以你跟我說 這會喊不 我不會跟你回答 這會喊不喊 我給你回答 我給你回答 是說 你鴨咧 你的氧氣 跟你的靜脈 逆向 紅旭的你 你的靜脈 要不要把它打通 你的靜脈 要不要把它打通 要不要你的磁波 運作要不要正常 對 我想這個還是最重要 當你這個都是正常 你吃在喊的東西 通通不成問題 因為身體 你要不要忘記 身體有個自然機制 它會自然做變成 變成調衡 去平衡它 去調整它 也平衡 所以這個身體的自然機制 我們整個教育體制裡面 通通怎麼樣 不教 因為他說 你最好的是怎樣 通通不知道 我以前的怎麼樣 永遠怎麼樣 口袋怎麼樣 保法的 我認為這好像是不大對 因為我們有受教育權 我們有沒有繳稅金 有 有啊 所以也繳稅金 他應不應該教我們 應該 應該對不對 怎麼這麼多人都不加 所以我說 我到行政院去問行政院長 你教不教 他不教 不教 我不教我教了 所以兩年前的五月 我去問他不教 我就開始動工 這邊開始 蓋這個 到去年九月正式完成 好 這個東西 希望 上一期的學生 待會會來 他要拿比較粗的 要來讓我種 我們感激他 他還有 拿一些花木 黃花 那個什麼花 他要給老師送 啊 待會可以來 我還是會謝謝他 好 再看這邊 這個東西 五花果 那我為什麼要給你們 這個五花果 五花果 剛剛那個是班酒葉 巴西的班酒葉 女生 最容易痔瘡 女生最容易痔瘡 啊 為什麼 這裡 吃啊 哭 但是 等一下會乾 而且 這裡的肝臟是特別特別好的 這種五花果 跟你的痔瘡有關係 那我常講說 痔瘡 你們為什麼會痔瘡 這是吹蟹 並不是做太久而已 絕大部分是 你不會擦屁股 我問你齁 爸爸媽媽也可以叫我們擦屁股 有啦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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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誰叫我們擦屁股 包括 音部怎麼洗 父母親都沒有教你怎麼洗音部 我曾經到陽明山 上課 四十五個學員 好多年前 四十五個裡面有三十八個是怎樣 是各大醫院的 妇科 內科 小腦科的 女生 你醫師 我會告訴你 我跟他用 綠澡都打堵 你們音部腳趾乾淨的話 我就給你怎麼樣 你給你送你公經理 講過沒有 然後一半以上不乾淨的話 那你們自己洗幾個 我不應 我是證實 我剛剛講這話 他是正確的 有事實證明什麼 四十五個 三十八個怎麼樣 音部都不乾淨 就是我們從來沒有告訴我們怎麼洗 肝門怎麼洗 為什麼會痔瘡 看看正 這肝門 這大棟 直腸 大便要出來 要 轉 腳趁火 轉開 大便是不是掉出來了 然後 你要擦屁股的時候 你腳趁火就縮掉起來 你才在擦這邊 我請問你 這樣對嗎 不對 因為大腸裡面是無菌的 好 你們腳趁火電出來再流軟 旁邊有 流軟嗎 有 有 這時候你要擦屁股 所以腳趁火要點開開 用水沖一沖是最好的 要不然用濕的紙巾 衛生紙 腳趁火一直夾 夾開開 七夾 七夾 七夾沒有了 再流軟 然後七夾 所以擦個屁股 大便 衛生紙一定要用很多張 很多人大便 我擦腳趁火 我擦腳趁火 你一定記著痠 以後一定會痔瘡 為什麼 你是腳趁火燈開 揪到之後 七夾 這樣就不太晒了 但是你的腳趁火燈開 那邊有沒有跟空氣接觸 有 甚至 你那個大便 不通 又水沖 又沖到這邊 你又把它收回去 有沒有心情感染 有 請問 這時候應該走教育 對 應該小學生 高中 擦屁股 加起來 是不是應該加 對 這樣子喔 那 大完它又過回去 那要怎麼樣 擦一下怎麼樣 那它擋下來 啊你把它 撿出去 把蚊子撿出去 它就開了 用力 用力把它 既然要大便一樣 把它撿開 它就開了 擦一下 所以 結果最好是用每次馬桶 用水怎樣 去沖一沖 所以你看 我每個環境都有一個水 讓你沖屁股的 因為你把它沖乾淨以後 你收回去以後 衛生紙一張就好了 撕了一張就好了 那你的大腸裡面的那些東西 沾在大腸外圍的那些細菌 有沒有感染 沒有 一樣 櫻部怎麼清洗 我們櫻部就是這樣 連看都不看 水沖一沖 肥皂沖一沖 這樣好啊 所以為什麼很多的女人 陰部一直發炎 要大陰唇 撥開 撐開 洗一洗 它有皺褶 撥回來 撐開 洗一洗 兩邊大陰唇 然後呢 你的陰盒 在 陰道上面 尿道在上面的陰盒 要把它撥開 這邊小小溝 一層白白黏黏臭臭的 要不要把它洗掉 你們都不洗 往往細菌都掉在陰道 掉在尿道 因為下面就是尿道 所以為什麼只要尿道 發炎 婦產科醫生 會不會告訴你 不會 為什麼 因為它百分之七的收入 就是你陰部發炎 一人 一間婦產科 最大的收入 就是你陰道發炎 所以應該是 從小媽媽要教你的說 你介紹要用免開 這個要把劍開 隨便 隨便 要皺摺 來 免開 隨便 換這一邊 免開 隨便 免開 免開 隨便 好 把兩個打開 上面的陰盒 撥開 水沖一沖 請問 我們今天身體教 健康教 有沒有教這個 沒有 沒有 誰知過 是不是政府 讓我們一直生病 一直從而生病 有沒有道理 沒有道理 因為最主要是跟你們認識這兩個東西 但是 待會會 用一個茶給你喝 是 把這個葉子大葉子摘下來 再加上 紫蘇 再加上明日月 我把它摘下來撿一撿 放進去 明日月是真假明日系統的一種很好的食材 我這邊 接著會種一些東西 像這個東西也是 一個很好的 腎臟的藥 腎臟藥草 我現在都已經讓它 讓它慢慢緩直 一粒一點點 慢慢緩直 多了 我再把它剪起來 以後地上讓它緩直 這個 過油漬 叫什麼名 那個 有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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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 這張很漂亮 這張原來開的花不是這個花 原來開的花是 叫四季紅 這原來開的花 是整個花是 黃色的 黃色的 後面花瓣 黃色花開完以後 非常艱艷的黃色 黃色掉了 後面那個 後面的一變 變成紅色了 紅色現在就變成綠色了 種子 以後變成黑色了 就種子 它現在開開的黃色 很漂亮的黃色 好漂亮 看那邊有沒有 叫什麼花 叫什麼花 叫什麼 四季紅 我拍照 都是四季紅 那邊有 都被刮到 丫頭 出色了 才是四季紅 變成紅色 在九十六 好,是有種種子去種的 這是用種子去種的 我覺得都是用種子去種的 就是用種子去種的 它叫四季紅 好,我們回到室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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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棋林花 中文有什麼功用 棋林花啊,前面長四的那個 那個沒有啦,那個是 做為的喔 不是,那是隔壁鄰居 說他的孫子 跌倒對不對 刺到 刺到他就把他怎樣 阿嬤都很生氣 就罵他阿崩,幹嘛送這個 就把他拿菜刀子 把它丟掉了